全国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昨天开跑后 政府紧接着今天公布了156所接种中心的名单 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后天开始 可以直接登门接种 水龙地区的人可以前往五级加利尔亚通体育馆 马大赛城多媒体大学登门接种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发文告指出 为了提高青少年的接种率 当局也推出了预定登门接种 根据学校的位置鉴定靠近的接种中心 以此来安排日期和时间轮流接种疫苗 预约通知将会由校方向家长和学生发出 没上学的青少年则可以直接到156所 指定接种中心的任何一家登门接种 如果有关接种中心当天的疫苗配额完了 那他们可以预约并在隔天前往同一所 疫苗中心或是邻近的私人诊所 完成接种 至于18岁以下的国立和私立大专生 目前还是可以前往如今还在运作的 所有接种中心登门接种 只需要出示学生证件和有父母的陪同即可 活动放在于18岁以下的国立和联和空冬啊 今天在市场上对于19岁以下的学术 按照相机的我们的一周 那么微镜的点子